山土真有 畜生你看见 还有大部分的畜生 你没看见 鬼道你没看见 地狱道你没看见 真有啊 我们从 最近这十几年来 遇到一些附体 以前没有 听都没听说过 附体亲眼面对 细心就观察 它不是假的 不是人表演出来的 都表演不出来 早年我在新加坡 我们家乡的称号 负责一个家乡人 到新加坡来看我 他说出我小时候的事情 在农村里头 六七岁干的事情 没人知道 大概只有我母亲小的 我弟弟都不知道 我弟弟小我六岁 完全不知道 离开家乡七十多年 而我母亲的时候 早年就 解放之后没多久 她就躲到上海去了 怎么会有人知道 所以这决定是真的 不是假的 小时候 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成皇爷搬家 给我印象非常非常深 是在过年的时候 冬天下雪 搬家的时候 路上还有痕迹 有车 有马 还有罪犯 带的那个倔疗 血上印的有印子 那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成皇把这个事情提醒 所以成皇搬家 这个事情你还记得 还记得 这个事 也绝对不可能说得出来的 抗战之前的事情 我那个时候 才六七岁 刚刚祭祀 遇到这么一种事情 那成皇知道 成皇搬家三天之后 军队把成皇庙毁掉了 所以他们晓得三天前就搬走 那么这是我第一次遇到附地 那家乡 那家乡成皇来告诉我 他来找我干什么 要我帮助他 恢复成皇庙 我就跟他讲 这个难啊 这国家政策了 不需过 我听说 我听说如果说佛庙 就有的是佛庙 国家准许 恢复 神庙不可以 神庙 这次就是阎王殿 他那个时候的阎王殿 是泥塑的 就是射殿阎王 那个那个 造作不善的人呢 在受的果报 他是用泥塑做出来的 做得栩栩如深 我们小时候 母亲带我们到 城隍庙哨像去看 舍殿 舍殿 告诉我们不能做坏事 做坏事 受这个报应 这个教育非常深刻 这个城隍庙对中国 古代社会 就证人心 不敢造卧 做了最大的功德 儒家劝善 是你自己有良心 不好意思走 有时候看到 还忍不住 还会干 城隍庙看了 不敢做 为什么 做我要受报应 望于脸时 要入八舌地狱 谁敢 古圣仙王 就用三个硬体设施 就把人民叫好了 你说他是迷信 但是他真的把四做好了 人不敢有我念 不敢有我眼 不敢有我心 这是他们的本事 你今天说这是迷信 现在人心坏了 什么坏事都敢做 做得连你都惊心动魄 怎么办 你没有办法 所以实际上比不上帝王 他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 神道舍教 用今天话来说 他是最高的哲学 最高的科学 达到登峰造节 但我放了 别不上帝王 连你 团执了